观众朋友们午安 预祝大家这个端午节快乐 那我们先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东华大学教授石正峰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许小新 大家好 还有资深梅田陈辉文 当然平安 好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现在赖清德的选战 已经陷入到了两难 特别是在年轻族群 竟然知识度只掉到了剩下17% 亮哥就讲说 现在看起来 民进党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现在民进党已经开始 使用证件支票 因为在29岁以下的年轻票 支持度现在只剩17% 所以民进党里面 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认为现在不要打猴友谊了 应该要回来打柯文哲 可是问题就在于 打柯比打猴 难度高尚很多 甚至还打了不一定会得分 我们看看 就连这个友台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陈宁关 他都在自己节目上面讲 他说他看本质看得很清楚 他说侯友谊的本质是没救 所以没救到连民进党都会有点紧张 就是觉得好像打他好像 反正就是越打越惨 可是他们现在要转过来打柯 好像也不见得得了分 民进党跟这些清律阵营 非常担心侯友谊大崩盘 所以是民进党在担心 他说如果非律选民 全部自发性的气候宝科 会严重威胁到赖清德 问鼎总统大位的选亲 也担心继续 如果打猴打到崩盘的话 打科也会担心像是这种高鸿安效应 一样越打越高 所以现在变得民进党只好 就先用政策吧 先撒币这个方式来赢得 就自己来赢得分数 而不是用攻击的方式 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几天我们甚至在今天的 三大报的头版都看到了 是不是政策这个撒币 然后换取支持呢 教育补助竟然下了猛药 陈建仁还加码说 现在高中职的学费全免 甚至学贷都要延长 前一天其实赖清德才说 要补助私立大学的学费 外界是预估 大概这个预算是150亿元 那隔天呢 马上这个陈建仁又立刻加码了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红威姐啊 王红威他就批评说 这个政府是撒币帮忙买票啊 他说你如果真的有心要做 为什么早不做呢 为什么要等到你当选之后再做呢 你现在也就可以做啊 他说如果你真的认为 需要补助这些私立大选的学费 马上就来做嘛 你不要提这个选举的 这种空白支票 而且为什么一定要你赖清德 当总统才能做 而且你这是在讽刺蔡英文 做得太烂吗 这是一种行动艺术吗 还是赖清德异想天开 政府被迫配合 网路上的网友们更是觉得很奇怪 反而不买单 但他没有觉得说 哇 好棒喔 就是这个大夸民进党 反倒是讲说很多人讲 那你要不要追溯 溯及既往 这个如果是这个状况 你都已经执政七年了 你为什么现在此刻才想起 那再来我们看看 有一个校长很惊讶 他说奇怪 两周前他提出这一 就是教育界才提出了 这个高中职学费全免的案子 当时教育部是两点回复 讲说财政困难 然后与法无拘 那时候才驳回了 就说这个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怎么马上选举一到 突然杀大家个措手不及 就连教育部自己都措手不及 怎么大转弯这样子 这样子很明显嘛 这是有目的而为的一个行为 明明就已经讲说财政困难 然后又没有法律依据 怎么突然说做又要做了呢 那所以感觉上 好像是一种烟火式的施政 7月开始 你看补助方案接二连三的 就是赖清德现在要冲选举 我们就听到好多补助 像是房贷的补助 学贷的补助 还有什么18岁的这些成年礼金 所以现在加起来 已经上看了千亿元 那大家就觉得很妙 就是你都睡了7年 这回突然醒了 这时候突然全部都集中在7月份 通通好康通通在这时候来 大家觉得 那你这不是选举的考量 那到底是什么的考量 那魏耀案现在绿营也是大翻车 现在连打假平台都讲说 这个赖清德的发言人 是不是在造谣 先来看这个赵明威 赵明威不是讲说什么 零检出的事情 他后来也是认错了 就说他这个讯息不正确 那戴伟山同样也是 64后面是检号 那就代表阴性 那为什么当时就是要把它讲成 这就代表验出来非常的多 然后64也不告诉大家单位 所以现在都已经被脸书标注了 这个不实讯息还遭到屏蔽 那真的是糗呆了 下面都会看到这样子一个眼睛 这种盖起来的这样的符号 还有这边一个警示号说 这是不实讯息 所以现在看起来 侯办应该要对此再继续来争取 这个当初你抹黑我 你既然要讨个公道 他说证实民进党跟戴伟山 还有民进党政府 自己认证这个假讯息的元凶 就是你们在这边假讯息造谣的 那可是你看网路上面 还没转弯 还有一堆侧衣还继续在那边 Hashtag新北市 这个胃药案不能停 新北市府出来面对 怎么还有那么多账号在刷这件事情 这是其他的事例在故意帮绿营拉仇恨值吗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忠实的社论 他说这只能从这个胃药风波看出来什么 我们的胃腹部真的是失职失格 面对到这种阴性的检测结果 秦律医师表示 不应该为了数字 然后忽视这些孩童 儿童的一些痛苦 赖青的还提醒说 要注意血童有没有戒断问题 你一直用这种恐吓的语气在吓人 你们是有医生背景的 你们可以这样子释放这种 医学上面的偏差讯息吗 一再吓人 民间党到底有完没完 所以已经沦为政治打手的胃腹部 早已失去良心 根本没有办法为民众的健康安全把关 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小新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几天好像这些绿营 之前包括名嘴也好 然后政论节目也好 还有他们的民意代表 本来都在打说新北市胃药案 甚至在之前他讲的是胃毒案 现在全部都不讲了 为什么不讲呢 几个理由 第一个 他们已经被认定为假消息 新北市政府这个东西 他某程度来说 他是一个乌龙 包含说植谱仪的检测 检验出来现在都是阴性的 你们之前讲了这么多的假消息 连脸书现在都把你屏蔽掉 我昨天就去戴伟生的脸书留言 我就截图他的脸书 在留言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要道歉 你的脸书已经被认定为假消息了 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公然的释放这些假消息 造成教保员跟家长的对立 造成社会的恐慌 这是正确的事吗 第二个 本来这些民代都告诉我们说 只要检验出 不管数值是多少 任何一个数值的本巴比陀 就代表未读 就代表非常的严重 结果最后 新北市政府他查验了2700多家 在新北市里面没有不当用药 可是在高雄真的有 真的有 而且检察官最新的讯息是 他们已经找到 包含有一个医师 20万交保后传 6月19号接到 有一个医师 他对未满18岁的儿童跟少年 不当用药 就是用这个本巴比陀 造成嗜碎 妨碍儿童身心健全 然后检察官现在去抓人 20万交保 现在还要扩大追查 有没有不法 结果弄了老半天 你说新北市政府 他查了老半天 查了2700多家 实际考察800多家 然后没有不法 没有不法你说 这叫石城大海 结果高雄查出来 真的有四家诊所 在使用本巴比陀 这样子不当的用药 你说太棒了 这个查的速度好快 那这些老老实实 按照我们国家的用药规范 那新北市的这些诊所跟医师 还有教保员 他们是不是冤大头啊 为什么要去创造这样子的恐慌 大家记得在疫情期间 哪怕是一个数字说错了 一句话讲错了 罚啊 我想问NCC 这段期间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你这些事实查核中心在做什么 为什么一直等到昨天 才去把这些所谓的检验报告 包含赵明威 包含戴伟山 他们在乱讲的内容去查核出来 64后面宽号一个简 这个一般人都可以判断出来是阴性 那为什么你们到昨天 你们才终于去把它做事实查核 那请问NCC 我会开始去不断的去检举这些争论节目 就讲说 这个赵明威在这些争论节目里面 胡扯一大堆制造恐慌 NCC要不要去罚 按照过去他们对于疫情期间的处理方式 就是要去开罚这些争论节目 那请问NCC为什么现在都不讲话 卫福部为什么都不讲话 卫福部在这些 卫福部会看不懂那个检验报告吗 64括号一个简号 王毕胜你会看不懂吗 卫福部你会看不懂吗 为什么你们明明知道 这些政治人物这些侧意在造谣 可是你们却闭口不谈 你们就是希望造成新北市的家长的恐慌 跟教保员的对立 但当这把火烧到高雄的时候 所有人就闭口不谈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 让我感觉到 民进党他们为了选举不择手段 非常糟糕的一个现象 完全是双重标准 因为现在讨论这个高雄的 巴比陀的事情 你完全不要想要看到了 对比之前这个新北市 刚开始爆发争议的时候 所有的绿营的政论节目 铺天开地 骂两个小时的这种力道 你看高雄现在没有 没有人在讨论这样的事情 真的是奇了 我们来问一下慧文哥 翟轩你讲这我只能同意一半 如果高雄的国民党的市议员 有一个像许晓星这样就好了 一个就好了 高雄国民党不是有一堆市议员 高雄不是有一堆国民党的 要选立委 刚刚翟轩跟晓星讲的 那个高雄的部分 它不是今天才发生 七年前也有 这是旧文 七年前是谁执政 应该不是韩国语吧 谁执政 高雄为什么都没新闻 那国民党如果在高雄 去打这个案子 是不是可以救到新北的何友谊 废话 那国民党为什么不动 一个这么庞大的党 还要我们来招呼他说 你要干嘛 干嘛 那这个党还存在干嘛 国民党的问题就是像许晓星 这种有战力的人太少 然后混吃等死的人太多 我昨天还传一个like给许晓星 没回我 学长谴责一下 我爸是议长我就要选立委 因为我爸是议长 那我爸不是议长我就不用选了 所以我是不是告诉大家 国民党要多一点 像许晓星这样的故事 年轻人才会想支持国民党 国民党就不是 一路就挨打 刚才宣提到这两个 这个学费的这种 不管是私立大学 或是高中职的这种补助 有没有用 当然有用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的选民是肤浅的 那他为什么大傻逼呢 今天是端午节 你看距离选举还有半年多 他就傻这样子的 所以翟宣我可以大胆的 乐观的看待 后面还有更大条的 因为你更大条的 要选钱才丢 你距离半年多就丢这个了 我们都可以期待说 蔡总统要怎么 包括跟赖清德这种 陈建仁他们这个 他们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选举机器 你觉得是奥博对不对 他是奥博 有没有用 有用 老百姓是拿老百姓的钱 债留子孙 然后预算的排挤 把其他的钱挤到这边来 可是有获得减免的 有获得这些的 他就蔡总统本来爱戴清德 本来不错 民进东西 就是他的优势 那这个刚刚亮哥讲这个 就是说什么 柯文哲比较难打这个 我觉得不会 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绿媒的中央厨房 自由时报都开始动手了 他一定会打磕 我觉得亮哥讲这个我是不同意 我的观察 亮哥也可以去问问 他的独派的朋友 来验证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民进党跟独派的朋友 是讨厌侯友宜 你是国民党的 看了就一肚子活 讨厌侯友宜 可是他们看到柯文哲是恨 因为以前柯文哲 特别我讲这个服帽这个 所有国民党的人 我管你是谁 你只要想跟柯文哲合作的 我都会喷你 为什么 我是六亲不认 2013的洪仲丘 2014的大长花 柯文哲就是跟民进党一搭一唱的 他就是那时候民进党的侧翼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民众党 国民党之所以一路黑下去 一路撤下去 就是因为从红中秋大长花 这样一路往下 在旁边山英峰点鬼火的人 就是柯文哲 这样子怎么会有人在跟我讲 蓝白盒要合什么 对不对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没有这种排列组合 的确有人像赵先生这种 他们觉得说一定要和我仪 跟柯文哲加起来才会赢 你们的看法我尊重 但是国民党今天一个这么大的党 如果要去跟柯文哲 这样子委屈求全的话 我对国民党就绝望了 因为宅宣 我的结论太好笑了 待会第二段我拿数字给你看 你看到数字你会吐血 国民党为什么在半年之内 会衰败到这个程度 好 施老师 我先讲从最后一个讲 就是说魏耀案对我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促转会是东厂 NCC是西厂 那卫乎部是南厂 这些侧役 我会觉得像是锦衣卫 你们应该是说 有你的学术专业良心才对 你怎么是在那边敲锣打鼓 至干侧役 坦白讲你除非当派 加入派系或当嫡系 当官不会轮到他们的 讲到这里就好 我就不点名了 因为有一些根本名不见尖撞 OK 好 第二个讲 赖审 就是说忽然怎么这个时候就 你知道应该 你应该有一个国阵的整个白皮书 或者整个大方向 而且是有层次的 怎么你忽然 怎么打强心计是不是 OK 好 我跟你讲 无事献殷勤费奸极诈 年轻人记得好吗 OK 国家是要交给你们的 俨然他是把这些大学生帮作百工百业的绑装的一部分 你各个不会跟我绑说 今天刚好是端午节是不是 那个肉粽串是大串小串 有多少人需要多少钱 你跟我讲说回收力到底是几成 好吗 然后他会评估适当日的时候出来 OK 那只不过说到底高教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这样俨然就是说 好像是说对于穷人家对不对 那我们讲说那为什么只是私利而已 高教现在整个面对是什么 我们到底现在是 九年国教 十二年国教 还是十六年国教 好 我们到底是不是像德国一样 或像这个沙特阿拉伯那么有钱 然后养了一堆人 其实坦白讲去学会 那个洞长其实是错的 我说至少有一层到两层 他根本不想来念大学 你就逼他来然后就在混 OK 所以你现在看到大学的分数都是双锋 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那边人在抢说我不及格里面 我不要零分的或不要十分的是这些人 你干嘛要给他们去念书呢 但是完全是没有道理 那高教的问题在哪边 我坦白讲我如果当总统 我第一个废到教育部 第二个呢 管那么多干什么 那些只有国教的 国教师的那个能力的人 为什么来管高教这些东西 因为国教的竞争力 就是大学这个部分 OK 然后我们技职的部分 完全差不多已经被毁了 我就觉得说 养了一堆人大大小小的亡国 然后派系在那边斗争 然后王八乌龟在池塘里面讲说 大学自主 然后在讲民主的 没有人在讲民主的 讲专业跟讲自身的 我讲学日本的 这个所谓的行政法人话 自负盈亏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大学的这个学会不要管 私立大学不要管 OK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中小学幼稚园的 这样贵族的 为什么大学不能有贵族呢 穷人家的话 我只要是说 我让他有机会去好 所以我是讲说 然后为什么 陈建仁忽然加码 我觉得应该是说 赖人是僵了一个小英一军 然后前者就加码了 到时候我也不晓得 搞不好赖神这往下 变要换赖的时候 搞不好陈建仁就上去了 原来如此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好 马上来看一下 今天因为端午节嘛 所以这个早上 9点钟的时候呢 侯友宜有进行一个 IG的直播 然后进行这个 力弹挑战 还有快问快答 那我们看看这个相关的画面 一早就在那边进行挑战啦 那后来也是挑战成功 那快问快答就问到他说 请问你想对赖清德 克文哲说什么 侯友宜是讲 他说他希望对他们两个 是在开票当天那天 来讲说侯友宜动算 其实他是要对自己讲 所以他等于说 没有直接回应说 要对他们两个讲什么 但是看起来对自己的选情 还是挺有信心的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目前国民党这边 首场的挺侯大会 据说在7月2号要登场 而且秃子跟汉子 有望同台 妈不晓得 现在打一个问号 他说会邀请韩国瑜参加 这当然是这个 郑明中讲的 他说会加强跟韩的沟通 所以看起来 现在目前国民党这边 有释放出来 这样的一个消息 最后会不会真的同台 继续观察 但是呢 现在还有一个消息是说 中正万华的立委提名 还是这个国民党希望 韩冰能够来代表参选 那现在目前还是 也是在询问他的意愿 那虽然韩冰之前已经讲过 说他没有意愿 可是看起来 国民党这边好像还没有放弃 那再来 回应整合的事情 整合郭台铭这件事情 侯友一是讲说 已经透过管道 就是多次来联系郭董 他说彼此之间 有共同的目标跟想法 愿意守护国家未来并肩往前 可是现在看起来 就是侯也好 郭也好 或者是韩也好 是变成侯友一必须要赶紧 就是能不能有个同台的场子 或者是说 大家一起团结出现的场子 是大家现在目前最关注的 因为我们看到 侯友一现在 大家就是 昵称他为千岁俱乐部 看起来好像 比方说见了黄昭顺 或是连战 或是王金平 他看起来就是年纪加起来 人家讲说已经超过了千岁 都是大老级的 可是最关键的这两位 要能够整合成功 才对于他的整体的 民意支持度 可能会有直接的帮助 所以就有人在讲 是不是应该要赶紧登门拜访 这两位 不然果足不前 对方不见 那也应该要拿出 三顾茅庐的耐性 那再来我们看看 陈玉珍委员也喊出来说 是不是应该要设房砖条款 过去房砖条款 是在换柱的时候 当时有提出来一个 这个房砖条款 所以难道换柱的 这样的声音又再起吗 那他们讲说 这个房砖条款 应该是在7月13号 召开之前 这个总统提名人的民调 不可以低于15%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侯友宜的民调 不能再低 因为现在目前各家民调 看起来最低的可能 侯友宜支持度 只到17% 如果再低于 这个15% 就像当初换柱的 这种条件一样的话 那真的是一大危机 那侯友宜现在 反正就是喊着团结 一定会团结在一起 所以党内有其他的声音 可能现在也不知道 这个国民党 接下来要怎么样处理 所以新郭的立委就讲说 这个郭台铭 有可能会9月份再度出现 这个9月份就是4年前 郭台铭退出国民党 并且申请恢复党籍的时间 那再来我们看看 离换柱15%不远了 现在郭台铭的动作非常多 还在勤走基层 可是人家说侯友宜 因为现在还卡在 新北市长的这个身份嘛 所以还没有办法 像这个郭台铭 或其他几位这个参选人一样 有那么多时间 全面的跑这个竞选行程 但是蓝这一次 就是他们觉得说 一定要胜选 那胜选他们讲说 一定要把这个郭涵 两股势力给拉回来 若是没有胜算的几率 那可能就会非常的危险 亮哥去到了下班 和你聊的节目 就讲说感觉到 现在郭是有意参选的 那菲律的头牌会不会换人呢 他说别以为猴17%支持度 已经是最低点了 那郭台铭最终 如果出来要参选的话 原先的撒卡都会变成了 戏卡都 但是最终还是会回归到撒卡都 因为国民党中 有很多的力量在运作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气宝 或是说最后出来的人选 应该还是会以三强鼎立为局面吧 这是亮哥的分析 那我们看看 这个赖肖配支持度30% 郭侯配的民调也只有13% 所以是不是看起来 这样的一个民调 如果搭配着出来 就是侯跟郭就算和解 然后变成这样一组人选的话 是不是也不敌赖清德跟肖美琴的支持度 那蔡政源委员他是讲说 这个民进党执政 再差都会当选 柯侯配现在看起来 好像是唯一的解方 所以他觉得侯郭这样子配 可能还没有办法有迎面 再来这个侯柯到底配不配呢 现在有一些党内的人士是在讲 他说如果侯的支持度 是没有办法回到第二名的话 连和柯文哲谈机会的 可能性可能都不高 所以现在非律阵营最担心的 就是说群龙无首 但是反过来 绿营最开心的就是 如果能够维持蓝白不和 群龙无首的话 那就可以维持住这个赖神不败的局面 所以柯侯现在是要该好好想一想吗 究竟是要继续争老二还是要争天下 这个是相关的一些社论的分析 那我们来先问一下巧妻 今天也有媒体要问我说 这个侯友宜他应该要去打这个空战 那问我说侯友宜空战该怎么打 那我的想法是说 其实看到侯友宜最近去拜会了很多人 可是拜会这些人真的是这么重要的事情吗 我坦白说把自己抢起来是最重要 就是最近对侯友宜的民调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的 其中一个原因 我觉得恰恰就是在 大家都在问说 那他什么时候要拜会谁 今天要拜会谁 然后谁跟谁要不要团结在一起等等 就这些焦点并不应该是一个 已经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那他本身专注的 因为大家要看的是 总统候选人他的论述 他的主张 我们讲我们要先团结蓝军的支持者 那要团结蓝军支持者 我们要先思考是 那蓝军支持者想听什么 我想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两岸论述 我讲简单一点 其实就是九二共识 两岸和平 两岸不要战争 希望能够互相交流 过去为什么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两岸可以做得到 甚至像现在民进党跟柯文哲 他们两边在朝那个什么反不反服貌 这个不就是最好切入的时间点吗 对我来说 如果今天我是操盘手的话 我直接讲 我做总统重启服貌 那个两岸服貌协议躺在那边 那民进党讲了老半天说什么要去审查 结果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人数过半 然后躺在那里已经要八年了 服貌协议就放在那边 要过不过也没人讲 然后搞了一个太阳花学运 结果里面的人 现在也没有什么民意基础 坦白说 林非凡连选个立委都选不下去 那是不是该好好来讨论一下两岸服貌协议要不要重启 你觉得不要的两岸不需要经贸交流的 民进党是一个选项 确实是 但是如果你今天觉得两岸的经贸要交流的 不好意思 国民党是你现在最好的选项 大胆的讲出来有什么好怕的 马英九时代可以做得到 虽然被太阳花学运 当时很多人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间点跟那个空间里面 觉得民进党讲了有道理 他觉得是黑箱等等的 可是现在过了十年之后 大家清醒过来想一想 觉得那个时候 根本讲了很多东西 第一没有道理 第二 搁置在那里最后的结果 对于中华民国来说没有太大的好处 所以当民进党在供柯文哲服贸协议 要不要重启 而柯文哲说 他是反黑箱不是反服贸的时候 国民党就应该在这个议题上面 再加码说 根本没有黑箱 而我做总统服贸要重启 立法院国民党过半的时候 重新审查 我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包括我做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支持重新审查 那个什么服贸协议的 那什么监督条例 不是说要先有监督条例 才能怎么样又怎么样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最近在谈什么台美的21世纪 什么88倡议 结果民进党政府竟然现在认为说 不需要透过立法院的逐条审查 对啊 双重标准 那过去太阳花旋运在吵什么呢 既然现在认定台美的倡议 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逐条审查的话 那为什么服贸协议要呢 那当时的那些什么的相关的审议的原则 为什么放在那边七年八年不动呢 所以母鸡带小鸡是什么样一个带法 做总统的提出行政院的行政院长的人选 你要有一个主张嘛 服贸协议第一个过去没有黑箱 第二个我做总统绝不可能会黑箱 我们要重启讨论 然后我们国民党的立法院过半的时候 立法委员就是要重新审议这个东西 讲出来嘛我就不相信讲了这个东西之后 没有三成八的民众愿意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版本 有38%的人愿意支持这样子服贸协议的版本的时候 你说不会当选吗 在撒卡都的情况下不会当选吗 这个就叫做打空战 去拘泥在说今天要不要拜访这个人 这个人这个人 不重要 当你的主张跟他们相符的时候 会去问嘛 今天你提出这个主张之后 大家去问韩国瑜嘛 会问韩市长嘛 你觉得侯市长提出这样子的看法 你觉得怎么样 韩市长会反对吗 他一定是支持跟认同的嘛 因为他是爱护中华民国 也认为两岸应该要和平交流 他是心心念念挂念国民党的发展 跟中华民国发展 他绝会认同的嘛 那这个时候合不合 当然就合啦 所以合是合在什么 议题主张跟论述上面 不是合在谁跟谁见面上面 你就算见面一百次 如果你们的议题论述主张 不一样差很多 那大家会真的认为你们有合在一起吗 所以很多人问我空战的事情 你把论述说清楚就是真正的空战 好 惠伦哥 这个本来心情没有很好的 但是听了小新讲完之后好很多 就国民党文传会跟何伟宜 进办的那些叉叉 就可以离开了 因为我真的你们效果很差 有人传一个那个就是 韩国瑜跟何伟宜 到底有没有手甩开的那个袋子 我实在讲这话 如果以前我在新闻台 那袋子早就被我丢回去了 那剪那什么东西烂死了 连SOT都不会剪 就是空战的做法 就是刚刚巧新讲的这样子 那巧新 学长很抱歉 因为你那区我觉得你应该是会赢 但你不能输 你输了会吐血 你那区会赢 但是你要拨出你的时间去帮 国民党打总统大战 这是你当初初选讲的 学长都有记起来 你要去把这个力量发挥 他讲得非常好 民众党说柯文哲是反黑箱 这讲得非常好 他说不是反服貌 是反黑箱 那黑箱在哪里 我推荐一个民众党的母鸡 也是我朋友 叫做黄伟翰 黄伟翰说服貌美黑箱 这是黄伟翰以前讲过的 所以我不晓得你们的错乱在哪里 我就不太想讲这个民众党 刚刚讲到这个韩兵 我是绝对赞成 我赞成韩兵去选 但是从市议员开始选 你没有资格直接选立委 你凭什么直接选立委 因为我爸是韩国瑜 不然我上一旦在骂什么 这你们怎么会把脑筋 冻在韩兵身上去 他才几岁 他有从政过吗 没有 那怎么就要选立委 我坚决反对 你要从政 我没有资格反对 但请你从议员开始选 你至少像许小新一样 请你从四年的议员的历练 或者你要学王洪辉干16年 我也没意见 你蹲了16年的议员 你累积了这么大的这个 再去选立委 我一定支持你 我也给你祝福 然后什么第一次选就选立委的 你以为你是蒋万安 还是你以为你是洪梦凯 你吃点肉 你爸是议长 我很反对 刚刚巧新讲这个 韩国瑜跟郭台铭的见面 我大胆的这样讲 我五段的讲 侯友宜就算今天跟韩国瑜 见面道歉 或者跟郭台铭同胎 他民调还是第三名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谬论 我本来是希望国民党的党公子 不要再公开批评何友宜的选情 因为你们像柯知恩这种的 你们一直讲 我实在是很难再帮 你像陈玉珍讲 这个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可能大家在八年前 年纪都还小 八年前的房砖 陈玉珍讲的都是错的 当初是住住姐 他一个人获得参加国民党这个联署 那时候的房砖的门槛是30% 然后住住姐拿了46% 他获得46%的民调 然后国民党就正式提名他 陈玉珍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这边我也谴责黄光琴 黄光琴你是资深的党政记者 你忘了八年前的事情吗 我不相信 我跟妳講黄光琴 资料做得非常的仔细 你怎么可能会忘了当年的 房砖的这种细节 那你应该当场纠正 陈玉珍说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其实维基百科都有写 刚刚这个慧文哥讲的46%跟30% 都写上了 我再讲一下这个一分钟就好 我这也是维基百科 这个我刚刚跟他讲的 这个端午节送大家一组名牌 57618514776258 534848 你不要打 这电话打不通了 这是什么呢 这是去年的九合一大选 来 国民党的得票数 民进党的得票数 民众党的得票数 宅宣 这个我也是维基百科超来的 那我请问 那民进党我就不提了 我把蓝跟白的数 这个黄珊珊没在里面 因为黄珊珊像五党集选的 用五党集比较好骗票 黄珊珊得了34万票 我也帮你查好了 你把它加上去也不到100万 我请问你 国民党在11月26 他总共全国拿了576万票 即便是跟民进党比他还是赢了 赢了民进党快100万 那你为什么半年就输光光呢 一个月前侯友宜的民调是第一名 你一个月就被打趴 你有这么弱吗 你半年前你是赢了14个县市 22个县市你赢14个 你赢了民进党 全国赢了快100万票 你不到半年就把它赎掉掉 家会都赎了了 把优势都输光光 然后你要跟拿不到100万票的 民众党谈合作 甚至蔡政员还讲说要郭 什么柯侯佩什么的 这种话你讲得出来 那我们这种长期支持国民党的 我们是笨蛋吗 你这样赎了了 一定出问题 就照刚刚许晓星的这样去打 就把柯文哲跟赖清德打成同路人 他們本來就是同路人 你國民黨不會把當初柯文哲 支持紅中秋 支持太陽花 那個袋子剪出來嗎 還要我幫你剪 到底這麼大的黨在幹什麼 戰力沒有辦法發生 你應該要贏的 你本來就是贏的 你本來替台四次民調 侯友宜三次都第一名 你怎麼一個月就被打趴了 打趴了沒關係 再站起來 對不對 柯文哲可以一個月跳10% 你不會一個月跳10% 你滿好的 又不是明天投票 一連串的失敗主意 就我們去找誰 我們去拜託誰 拜你個頭 自己要強起來 對 惠文哥恨鐵不成鋼 剛剛本來心情好了一下 現在心情又down下去 惠文哲老師 不想一開頭的時候 國民黨或惠友宜是號針一下 然後藍綠他們嘗試就是說 要來變人化柯文哲 不太理他 OK 當然我們知道說一開始 我們知道國民黨他提的意思說 包括朱立倫會提到非力聯盟 其實某種程度我會覺得就是說 因為聯盟是什麼意思 要協調立委嗎 然後有沒有可能說 柯文哲出來當副總統 不可能讓他當行政院長 那是資源守在 OK 所以民進黨更好玩說 他在選假的 他只是在護航這些母雞帶小雞 讓他們在國會裡面有人 我看也是吃豆腐 不過現在看起來 目前的位置就是說 處理郭董這個部分 但郭董還沒有擺平 因為我們不知道 他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說有沒有可能 這個所謂的侯郭配 我覺得是不可能 除非是郭侯配對不對 你知道翻盤 黨內翻盤 我看大家都是不服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可能其實我覺得去拜會 還是很重要 包括韓粉 軍公教 因為軍公教 僅銷是一家親 那怎麼會 好像步調稍微慢一點 不過我覺得也還好 因為還有六個月 七個月 對 六個月真的就要 好好打起來 OK 這個我會覺得說 目前其實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其實是郭董 萬一郭董要獨立參選的時候 不是細喀都 一定會醞釀民進黨裡面的 我看要換賴是很難 因為賴神是黨主席 搞不好說不定 他們會令其黨中央 就一個五喀都 就是春秋五霸 OK 所以我覺得如果比較健康的做法 就是說 因為這個黨的版圖 應該有在改變 本來是兩大一小 我覺得現在是正三角形 所以這個時候 如何顯現你的領導力 轉合能力 黨內你都要好好趕快 加緊去處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比政見 我只知道說九二共識 其實他有在想 格萊迪一直跟他戴帽子 所以他其實我覺得侯友宇 應該有他的難處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 來看看總統大選 這些參選人現在都在做什麼呢 今天是端午節 同時也是畢業季 我們看到了新北市市長侯友宜 昨天去頒發市長獎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沒有得獎沒關係 畢竟獎只有一個 市長獎只有一個 所以他勉勵同學要堅持 跑到最後 那這句話話中有話 他是在勉勵自己嗎 畢竟他現在的民調 是落後的階段 侯友宜講 我從來沒有拿過第一名 可是沒有關係 現階段很多的市長獎 可以拿繼續加油 很多人立刻聯想到前一陣子 在新北市這邊 有釋出一段競選廣告 侯友宜在這一段廣告裡面 有說我從來沒有跑過第二 你看看你很難欺騙網友 因為網友立刻把他倒起來 說你沒有拿過第一 也沒有跑過第二 所以你就是老三媽 就被苦手了這樣子 真的是很尷尬的啦 那林嘉欣 大家知道他是地表最強的農夫 他是這個雲林人 最近他對這個市長的選舉 對侯友宜市長有一些看法 他說啊 這個侯市長 其實某種程度呢 就是有一點種了什麼因 得到什麼果 另外他講出一些話 他說前一陣子 某個侯市長的幕僚 希望我幫忙 幫什麼忙 大家可以想一想 因為他跟韓市長滿好的嘛 可能是要幫他們來牽線 幫侯來牽線韓媽 我自認盡力做到一個 低階好友的協助 可惜 那個幕僚小妹 最後被一位副市長打臉 副市長覺得說 你這個低階幕僚 你不要在那邊亂管閒事 多管閒事 所以安排得 安排好好的 最後就告吹了 所以最後呢 林嘉欣就講了 我只能告訴自己別自不量力 侯市長跟其副市長能耐大得很 那這一段話中有話的貼文 意思可能就在指控 侯市長跟他旁邊的這些幕僚 包括副市長 可能自以為自己很厲害 可是實際上沒有那麼厲害 那侯市長跟郭董 看起來也沒有搭上天地線 現在雙方都還在斷線的階段 那到底這一局要怎麼串聯呢 我們先來看看侯市長的民調 現在還在疊嗎 清郭的立委 清郭台銘的立委就爆料了 說郭台銘9月再度出現啊 真的假的啊 如果是這樣 不是又是天下大亂了嗎 這一位不願意拒名的某立委 清郭立委 他說啊 因為9月就是4年前 郭台銘退出國民黨 並且申請恢復黨籍的時間 所以9月他會東山再起 陳玉珍更說了723國民黨全代會當天之前 你黨中央要有一個決斷啊 不是為了個人 而是為了大局 你看起來好多好多聲音都出現了 另外呢 藍營小雞前一陣子不是都在跨黨嗎 要找母雞說 哎呀 柯市長也可以來幫幫我們 柯市長也可以來站台啊 那現在呢 國民黨中央黨部開始要訂立規範 財報備制 地方黨部沒有同意的 你不能跨黨找人站台服選 像是淑慧 像這個不行 就已經被禁止了 而另外呢 韓國瑜的動向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呢 今天柯市長 柯主席柯文哲被問到說 如果假設你當選 你可能會找韓國瑜來合作嗎 那柯文哲的回答是說 那就看看他可以做什麼啊 如果有適合的職位 不排除請韓加入團隊 大家可以過去看一看 這個韓國瑜曾經講過這麼一段話 他曾經說過柯批啊 這個三顧茅庐啊 曾經願意從台北到雲林來找他 然後把他請出來 他認為啊 伯樂去找千里馬 這個是make sense的 可是我們國民黨 從來沒有人把我當一回事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兩個人某種程度 有一點點欣欣相惜 可是你再看看過去 其實柯打韓 也是打得不遺餘力啊 過去呢他批評韓 也批評超多的 你看看啊 這些都有留下紀錄嘛 反走過必留下這個遺跡 必留下這個痕跡 所以呢他要 諷刺韓國瑜 要打韓國瑜 可是韓國瑜的票 他通通都要 選舉不就是這樣嗎 票多的贏 郭占亮他就說了一件事情 他說啊 韓國瑜不合體 侯友宜其實原因是什麼 原因還是在解鈴 必須要有這個細鈴人出來 包括啊 這個韓國瑜認為侯友宜可能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現在跟你合體沒有用啊 等你造浪造起來了 然後呢韓國瑜最後才滑上去 把你的浪放大 也就是說你自己還是要先自立自強 你的民調可能要從十幾%到20% 甚至到30% 大家才開始錦上添花 幫你把浪造到最高 所以侯市長還是必須加加油 另外還有人在等韓冰嗎 講的不是現場的這位韓冰 而是韓國瑜的女兒 其實韓冰已經透過管道說 他沒有興趣了 可是據說國民黨中央黨部沒有放棄他 據說還在等他7月2號 替 要替這個黨內的總統參選人 也就是侯友宜 要在新北造勢 那個時候想要請韓國瑜出來站台 然後韓冰 還是希望他可能點頭 來參加台北市萬華這一區的立委 有可能嗎 來先請教韋翰 韋翰怎麼看 這一題這個話題 議題 整面 總共來個全框好了 話題還是太大了 可是我們整張做成這樣 我倒想問 左半邊在講說 韓國瑜會不會挺猴 聯絡得上 聯絡不上 右半邊在講韓國瑜會不會挺柯 製作單位沒想過 韓國瑜如果挺郭會怎麼樣 對不對 你怎麼只有挺猴跟挺柯兩種選項 加進來 如果韓國瑜挺郭會怎麼樣 我們先跟大家講 郭台銘他是不是國民黨黨黨員現在 不是 郭台銘可不可以參選中華美國總統 看他有沒有被恥夺公權 看起來是沒有 他可以 那要怎麼選 就是要連署 連署是什麼時候 9月12 各位大白話的觀眾朋友 今年的9月12號 我們的中選會公告總統 副總統選舉 公告當天是禮拜一 9月17禮拜五之前 只要有任何一個人 家喻也可以去 說不要選立委 直接選總統 當然他不會 你就可以領表以後獨立參選 28萬人連署45天 如果郭台銘9月去領表 你不是聽郭人士講他9月會動起來嗎 他不會9月才動起來 他現在已經動起來了 他前兩天在臉書裡面貼 連核能配比25炮都開出來了 我們從來沒有人開過核能配比 可是他連這個都已經有了 表示什麼 我去問了瞭解情況之下 郭台銘身邊現在目前在組智庫 不管是財經 能源各項的 專家他都找來了 有我們新聞圈的大老級 比我們都資深的大老級 神之寫手在裡面 然後有這個以前 馬英九政府時期的 國師級的政務委員 也被他找去了 財經專家 所以他在組他的team 然後他現在要發臉書 然後他又到處去 你看他去南投 他去哪裡 他去跟趙榮衛見面 然後又有那個先前傳出的 我們也去確認過的 就是席間就是 什麼希望我能贏 我一定能贏 所以看起來他是想選 郭台銘這裡面也是有兩派 一個是組織派跟組合派 組織派其實很簡單 我們不浪費時間 組織派的感覺就是 侯友宜既然現在都已經 民調掉到第三名了 你只要出來 你就會押侯 然後佩科打敗賴 你把侯友宜押下去 然後柯文哲 你出來以後柯文哲 民調可能也掉下 也許 柯文哲會不會跟郭台銘合作 變郭柯配 然後你就可以贏賴了 所以組織派認為說 你出來可以贏 組合派就是不行 細卡都真的到時候都沒水喝 最後就是賴清德被保送 所以組織跟組合 在郭台銘陣營當中 兩種意見都有 最後就看他自己要不要 那稍後來講 剛剛我所講的 你現在去看 韓國瑜跟柯文哲 到底會不會去幫誰 或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韓國瑜 他都還沒有做最後的決定 他還沒有做決定 對 因為 他當然不會希望賴清德當選 可是問題是 侯友宜如果現在目前 確實是第三名 他如果拉上來 剛剛我們那個圖卡在講說 不是第一 不是第一 那一定是老三 我跟你講 他在警大的時候 大學畢業的成績 我還請尤育來委員幫我去調了 他是第四名 他在大學畢業的時候第四名 第一名是陳文哲 警大校長 先前有風波 對 第一名反而是那個人 但是侯友宜 他今天 今天是端午節 他有他的市政行程 面對那麼多記者 在問他第三名 他今天很有信心 明年520 我當了總統之後 我要怎麼樣 他很有信心 他對於他身邊的朋友 侯友宜覺得他會贏 他沒有放棄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現在目前要論斷一定如何 還太早 當然陳昱誠講的是正辦 如果723全大會之前 民調都不到20% 國民黨立委會慌 他會覺得說 我們今天這個母雞 怎麼帶我們贏 我們全部都一起輸掉怎麼辦 所以侯友宜必須要趕快 把他的民調拉回來 之後包含郭台銘跟韓國瑜的動向 就會比較明確了 來 請教兵哥 我覺得就是 侯友宜其實如果你要幫他解釋 他這個話到底什麼意思 他是說他在班上考試 沒有拿過第一名 然後跑步沒有拿過第二名 當然有人認為說 你這樣就不是第三 誰說以下的情況他可能第四 誰規定他一定要第三的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當然這個都大家去湊 重點就我覺得侯友宜的問題 就是在於說 他的團隊好像不太容易接受別人的意見 那不接受別人的意見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只要你走出你自己的步調 讓人家可以看得出來 你是有辦法的 那別人就自然會閉嘴 那可是問題是 至少賀儀從被徵召到下一個多月的時間 看不出來有什麼辦法 他是非常少見的 就是徵召的時候沒有慶祝行情 就是民調他被徵召的時候沒有顯著提升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路往下掉 而且是每況愈下 好像合余儀不管做哪一些努力 不管是拍影片也好演講也好 做什麼動作結果就是一路往下掉 那顯然他的目前的策略 現階段的策略是有問題 可是他現階段的策略有問題之後 請問一下怎麼改變這個東西 是納入哪一些新的人才嗎 或是怎麼樣 目前看起來還是那些 國民黨的那些人 那如果都是類似的人 同溫層的人不斷的加進來 人越來越多 其實在我看來只會造成人多口雜 那結果還是一樣不會有變 那所以我們為什麼很多人會期待說 你是不是應該要來個刺激性的行情 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會很期待說 如果這個時候你能夠跟韓國瑜同台 甚至能夠跟郭台銘同台 是不是能夠把整個聲勢 至少拉起來一波 然後你才好去操作其他的東西 可是看起來合余儀好像是老神在在 因為他一直告訴我們說 他跟韓國瑜常常在通電話 那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你常常在跟他通電話 為什麼你就是不願意跟他見面 我也覺得很怪 當然也許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可是現在問題來 就剛剛韋翰講的 郭台銘的動作是非常明顯非常大 他沒有在怕了 他早就什麼地方都已經傳好了 然後該建的他一個一個都去建 他現在去建這些人的頻率 比後遺還高 後遺是國民黨徵兆要選的 郭台銘是自己還在猶豫不決的 結果他的動作比你還大 那到底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 然後韓國瑜 我跟你講 其實亮哥的猜測是認為說 韓國瑜要等那個侯友宜到 到一個聲勢之後他才會出來幫他站台 說真的以我對韓國瑜了解 我不認為是這樣 我認為是 何友宜根本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直接邀請他 有通電話 對 有通電話 但是沒有 何友宜並沒有在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說 不是 還沒有說要請你出來幫我站台 還沒有講過這句話 那對韓國瑜這邊來講就是比較 人家也沒說我去站台 我去站什麼台 不就是這樣一件事嗎 那7月2號現在已經放消息出來 說要辦一個大活動 那說到時候韓國瑜可能會出現 所以一些重量級的人可能灌溉雲擊 可是請大家注意這不是公開活動 這在飯店內部 宣教這什麼意思 是怕人揪不夠很難看 所以現在 所以在飯店裡面先 先模擬考 看看是不是能夠聚集 如果聚集不起來的話再說 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 現在侯伴了一大堆的做法 都是讓我看不懂的 可能真的我天生比較愚蠢 這個應該也不是 這個的確真的是物理看花 不過林嘉欣這一段話 大家也可以來參考參考 因為畢竟林嘉欣跟韓家 跟韓國瑜還有加芬姐 都蠻接近的 他說侯友宜最大的問題 只有一個 因跟果 你長時間對地方不聞不問 甚至連某些縣市邀約站台都拒絕 這就是地方這些 牛鬼蛇神共同的內心話 解鈴還需細鈴人 所以問題不是韓國瑜 問題也不在郭台銘 問題就在侯市長本身 解鈴還需細鈴人 自己要把這個結給打開 我們也講了很久了 可見侯市長可能還沒有聽到 來 請問家瑜 我覺得侯友宜整個參選的過程 從一開始的牛鬼蛇神說 到現在選後其實都已經 被徵召到現在一個多月了 可是沒有辦法去整合 侯友宜跟 整合郭台銘跟韓國瑜 這個是令人覺得匪夷所思 從韓國瑜的生日授驗 那個大合照 所有的重量級人士 包括謝典玲 張榮衛等等 這些侯友宜最需要去拉攏的人 都在現場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再怎麼樣 都應該要去現場 拿著蛋糕 拿著什麼禮物去 禮多人不怪 說實話你就唱著生日歌 然後拿個蛋糕捧進去 然後找你去 我相信現場的人一定都會嚇到 而且也是會很開心的 所以我是覺得侯友宜這個真的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幹嘛 而且你看韓粉的動作 其實非常的多 從之前的這個動尾條哥的 那個網路的影片 把當初侯友宜怎麼奚落韓國瑜 那個影片剪出來 而且得到很多的點閱率 大家都是人軟在心頭 如果今天侯友宜多做一些 讓韓國瑜感到窩窩心的事 我覺得過去的事情都可以化解 因為畢竟韓國瑜 我相信他不是心眼這麼小的人 我自己所聽到就是有兩面 一面是說 韓國瑜其實一直很希望 能夠幫侯友宜也很樂意來支持他 可是遲遲等不到侯友宜的一通電話 或者是等不到相關的這些 可以製造兩個人和解的機會 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 韓國瑜這邊 包括你看可以看到林家興 包括這個潘衡旭 前陣子也在臉書上貼說 侯友宜連六份民調都是第三名 怎麼選下去等等 就可以看得出來 韓國瑜身邊的人 都替韓國瑜暴不平 而且都對侯友宜頗有為辭 所以我覺得兩面的說法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其實韓國瑜身邊的人 是有點替韓國瑜希望說 侯友宜你應該要多放一點心思 怎麼樣去把過去的這些問題 能夠米平 但顯然侯友宜覺得不急 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還在好好做事情 或是去校園裡面 講一些言不及義的事情 但大家我相信對藍營來講 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侯友宜趕快跟韓國瑜 能夠跟郭台銘合體 但是我覺得錯過了很多機會 導致現在你看到的侯友宜 只剩下自己跟朱立倫兩個 難兄難弟啦 其他人我是沒有看到 好 我們先進下廣告 來看看中廣蓋洛普 昨天公布的民調 可以看到這個總統參選人 撒喀都裡面賴清德的支持度 大概是31% 柯文只有24% 侯友宜17% 一樣侯友宜還是敬陪莫作 可是如果我們進一步來看看 尚未決定 以及不知道 和巨達的這些人群裡面 加總起來 大概有25%左右 所以如果我們要鼓勵侯友宜 或者是國民黨想要在努力的方向 恐怕除了柯文哲的支持度之外 他們也要把握這些游離票 如果把它爭取過來 那再鞏固藍營的基本盤 還是有勝算的呀 很多人是這樣子打算 這樣子來看的 可是包括陳玉珍委員在內的 一部分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可能不這樣想 他開了第一槍 他建議黨內說 我們要設下一個所謂的 房磚條款 如果這個人他民調低於15% 要換人啊 他是鑽頭啊 不是玉啊 不是玉 所以我們要設下這樣子的停損點 他是上廣播節目的時候 講出這樣子的話 他陳玉珍說 建議黨中央應該在723全貸會之前 設立15%的房磚條款 並且跟我們這些立委提名人 一對一諮詢啊 問問看我們心裡面真正的想法 要找何以的總統人選 打破非綠陣營目前的僵局 陳玉珍真的很敢講 講出好多類似像這樣子的話 那黨怎麼樣團結呢 主席當然責無旁貸了 我們來看看國民黨的機器 到底有沒有運轉起來 有沒有運動起來 有沒有動起來 朱立倫被懷疑 還有非分之想 怎麼講這麼難聽 是講說他還想要選總統嗎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City Want的報導 他講說有人就在放話說 黨內現在瀰漫著一股 等待723全貸會確認 侯友宜為總統參選人的氛圍 可是黨的系統還沒有動起來 這句話什麼意思 可能很多人認為 他有可能在723之前 都還不是確定的人選嗎 那朱立倫在五月徵召 侯友宜之後幾乎身影 很少看到他的人跟新聞 就連藍衣內部都不免揣測 朱可能還有別的想法 他要換上自己嗎 他還想要選2024嗎 現在國民黨黨中 又要被外界質疑說 已經失能了 過去國民黨 引以為傲的組織強項 幾乎都沒有動起來 所以有好多好多 這樣的懷疑出來了 今天是端午連假的第一天 我們看到侯市長 他也獲得議長系統四要角力挺 我們就看到慢慢慢慢 侯友宜有他自己的步驟跟節奏 這是侯振穎的說法 而另外我們看看 賴清德難道就高枕無憂了嗎 那可未必 我們看到年輕人幾乎是一面倒的 在支持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是賴清德 現在最害怕的對手了嗎 賴清德一連串 配合包括我們行政院 投出了一大堆的補助的大撒幣 包括賴清德說 要挺青年投資未來 先讓每一個學生至少補助2.5萬 這樣子的一個大學學費 私立大學學費的一個政策 教育部立刻附和 並且明年2月就要實施了 一年要需要150億 陳建仁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跟加碼說 明年起高中職學費全眠 這樣夯不浪當加起來 這些政策支票加起來 明年度的我們的預算 教育部的預算要突破3000億 這樣錢有花在刀口上嗎 這是真的我們需要的嗎 還是我們政府現在突然變得好有錢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中國時報的選戰觀察 他說這就是瞄準年輕選票 因為九合一大選去年失利了 民進黨要挽救年輕票 於是你看到他丟出了租屋津貼 學貸補助 成年禮青春動資券 今天又喊出來私校學雜費補助 累積大撒幣860億了 許小新 國民黨的許小新就說 年輕人不好騙 你們這樣做沒有用 可是我們再看看民進黨邀了 PTT創世神杜一錦來黨內做報告 他們在密談什麼 他們要密談 用AI偵測社群平台認知操作的系統 與重要發現 這是他的演講題目 杜一錦說 他告訴民進黨高層 有很多來自境外的假新聞 認識坐在案例 要解析特定的帳號 內容容場 還有公寄手法與來源 據說賴清德非常的肯定 於是我們就要看了 大家有懷疑說 民進黨很會選舉 過去網軍很厲害 賴清德不是過去也被網軍打過嗎 難不成賴清德要開始啟動 他最討厭的網軍了嗎 來 問問看 韋翰 韋翰你怎麼看呢 現在是這樣 選舉就是缺什麼補什麼 顯然賴清德跟民進黨非常清楚知道 以前蔡英文總統在2016 2020的時候 對年輕選票摧呼拉朽的狀況 現在目前完全不一樣了 從TBS民調看起來 賴清德在39歲以下狂輸 他跟這個侯友宜其實差不多 完全輸給柯文哲的時候他會緊張 所以大撒幣 我是覺得還是會有效果的 只是你要去問幾件事情 唐牛做佛跳牆 史蒂芬州也可以做佛跳牆 為什麼柯文哲跟侯友宜不能夠也補助 你以為明年就你贏 明年換我贏 我是柯文哲 我是侯友宜 我也補助 所以不用怕他提出這個叫政策買票 他主要還是政策 你應該問的是 當你補這麼多 包含了這些成年禮 還有絕代的補助等等 這樣加起來800多億 有沒有排擠到其他的預算 你這樣子做 會不會讓我們其他的建設 受到一些排擠 第二個 為什麼現在才提出來 蔡英文總統都已經當到第七年了 你看像如果COVID-19期間的時候 因為這兩年很多的行業受到影響 也不能夠開工 所以政府給這些行業做補助 那是因為遇到了疫情 你現在學生連高中職都要補對不對 全部全面 陳建仁還加碼 認為這是幫到賴清德 我不覺得這樣幫到賴清德 大家反而會去想說 為什麼以前也沒有補 很明顯的 你就是要補年輕這一塊 我剛剛已經講了 包含了國民黨跟民眾黨 都可以去思考 如果他提出了這個東西 確實可行的做得到 他們兩個也可以一樣做 我如果當選總統我也會這樣做 這個效果就會整個抵消掉了 現在看起來 因為侯友宜的民調是往下滑 往下滑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賴清德他一直穩穩的在30以上 連剛剛我們講有沒有 在咪圖事件之後 各個民調他還有30起 以這樣的狀況看起來 如果沒有打破這個僵局的話 其實我每次講完以後 看大白話的觀眾朋友 都會很生氣 可是這樣看起來就是賴清德 他的當選機率就是最高的 目前啦 因為柯文哲已經超過了侯友宜 可是國民黨又不可能 把他的候選人直接就把他放棄 不然就不要提名 如果照朱立倫講的 非綠大一盟的概念 應該是乾脆就不要提名 你覺得國民黨有可能不提名嗎 就不是 所以顯然不是 因為連個站台都有意見了 明明講出來要跟民眾黨 合作的是朱立倫 現在立委參選人說 我們要請柯文哲來幫我站台 不是我去幫柯文哲站台 是柯文哲來幫我國民黨的立委 多了幾萬票以後 黃靖營在士林北投是29000票 陳思瑜是11000票 加起來是4萬票 這4萬票國民黨不要嗎 還是要給吳思瑤 這時候為什麼這樣要黨紀處分 我完全看不懂 所以國民黨其實是亂套了 因為怕柯文哲繼續往上衝 所以就要踩煞車 可是他們並不是要去增加 柯文哲的強度 柯文哲現在已經比侯文哲強了 他是要增加自己的當選機率 說實在的這些監困選區 如果都不行的話 乾脆就不要選算了 是 來 賓哥看起來現在國民黨進退為股 其實像聯合報這邊的結論說 何友宜現在民調這麼低 老三如果搭配郭台銘也不會贏 我不認為 如果這個時候真的郭台銘 真的願意跟何友宜搭配的話 我認為他是有機會贏的 而且一定會超過柯文哲 因為這是很明確 因為如果郭台銘能夠跟何友宜 結合的話 現在有一些跑到柯文哲 裡面去的票就會回來 最主要是中廣的民調 有做柯友宜配這個郭台銘 還是輸 但是你現在單純這樣做是沒意義 因為你要等到郭台銘真的確定了 那個時候那個才會回來 所以民調有的時候就是這樣看 因為在每一個不同的時期 還有當時不同的氛圍 你做出來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何友宜 他自己來講 他自己陷入這種困境 是他自己造成的 所以他必須自己去跳脫 可是我覺得共產黨的人 有的時候也真的很好笑 像陳一甄委員 房磚條款15% 15%是根據什麼 什麼邏輯定的 你要告訴我 你要訂出個15% 為什麼不是低於25%就要換人 為什麼不是35% 你要告訴我一個基本邏輯 那沒有邏輯你就訂個15% 那我可以訂個5%以下才不行 所以我覺得講這都沒什麼意義 那重點是 現在就是黨中央一直處於一種 曖昧不明的狀態 然後你自己曖昧不明 那你要告訴我你要非綠聯盟 那請問一下到底是要怎樣 沒有人知道你要怎樣 其實國民黨今天會亂成這樣 就是因為沒有人知道你們要怎樣 所以才造成今天這種結果 如果說大家都很堅定的 就算國民黨制度再低 也不應該低到這麼離譜的程度 所以這是他們自己造成的 那賴清德現在大撒幣很正常 基本上只要是執政黨 通常都會大撒幣 這個幾乎歷屆我們都看到 所以這不稀奇 稀奇的是什麼 稀奇是我覺得 這個現在 他們到現在還會去找杜逸景 杜逸景 PTT創世神 因為你看賴清德他一系列做的事情 他就是為了把年輕人找回來 可是問題是 他找的東西剛好都是年輕人不喜歡的 杜逸景名聲早就臭掉 他在PTT根本是個笑柄 這超明顯的 現在只要以前大家都說創世神 現在在PTT只要嗨出來 大家都是虛 所以賴清德沒有update到 賴清德你到底搞不搞得清楚狀況 賴清德的持續這樣操作 你的年輕人制度越來越低而已 的確是 因為賴副總統他現在的YouTube上面 釋出的影片點閱率真的都不太好 我剛剛看柯文哲 他才釋出一個 粽子節就是端午節的快達 那個影片點閱率一下子就突破了 十萬人 我看了也嚇一跳 這個真的賴清德可能要update一下 要年輕起來好不好 來 要靠我們家瑜了 我看賴清德副總統他最近IG上 確實有很多就是他 就是Live food 就是到處吃東西的一些 影片 我覺得確實 美食能夠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在中場會其實也找了朱靖一 後來也找了杜一錦PTT 就各個議題的層面去了解 就是說各界在這個主題上 比較專門的 杜一錦當然從PTT創辦到現在 我想他是有一定的影響力 再回到國民黨 我覺得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沒有一個公平的初選機制 所以到現在沒有辦法去完全的整合 那你要怪誰呢 當然就是怪歷任的黨主席 為什麼每次只要選舉民調不行 就突然出現房磚條款 然後就會有人站出來說 要換誰換誰 如此的意志不堅定 那就是因為沒有人心服口服 沒有人心悅沉浮 而且在現在各種民調之下 侯友宜不僅是敬陪莫作 就連剛剛講的侯郭配 郭侯配的民調都有人做 結果郭侯配的民調 還比侯郭配來得高 所以侯友宜已經沒用了 已經完全就是 被所有的選民唾棄了 不管是藍營或是各家的民調 都認為他拉不起來 這個不是我自己在說 連國民黨自己的小雞候選人 都不想跟他站在一起 也不敢掛跟他的合照 這個選舉才過了一個月而已 對侯友宜提名到現在 那請問後續到底要怎麼選下去 而且我覺得最疑惑的就是 侯友宜跟朱立倫共事這麼久 當任朱立倫的副市長 六七年的時間 難道他不知道侯友宜的能耐跟能力嗎 那如果他認為侯友宜 有參選總統的資格 跟這個格局的話 那我覺得朱立倫的眼睛 是不是有點問題 為什麼都跟民眾的想法不一樣 那所以如果這個朱立倫 不是這樣認為 他今天推出侯友宜 到底這目的是不是一個 政治精算師還是政治設計師 就是要設計侯友宜 然後之後再來一個 九月讓郭台銘有機會 再回鍋出來 因為就是要讓侯友宜 知道說你真的不行 我覺得這也可能是一招 所以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外界物理看花 因為會覺得說 如果朱立倫跟侯友宜共事這麼久 怎麼可能會提名侯友宜 那既然提名了侯友宜 卻又演出這一出 也到現在看不到朱立倫對於整個過程中 國民黨這樣子 大家群雄四起的狀況 有任何出來當一個共主的感覺 我是覺得說 這個國民黨現在就是群龍無首 那就要問偉翰了 國民黨專家 你要問我什麼 我覺得朱立倫到底你是在想什麼 家瑜都說群雄無首了 我跟你講我好早之前講這事情 以後就被罵到現在 所以我就說我不要再講了 那你現在可以講了 就看沒有 現在朱立倫別的不要講 你說他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們不能替他表示 但我就問一句 517徵兆後遺之後 你有在幫你的總統候選人嗎 沒有 對不對 這是不對的 朱立倫到現在都沒有出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 那我問你啦 這個CT1寫的朱立倫 是不是真的還有非分之想啦 不是CT1我們也講白了嘛 我們大白話就講大白話 CT1就是挺猴嘛 非常急的猴子 現在掉下來 所以他要把罪 怪在朱立倫身上 朱立倫馬上就出來 講認回認棒 都不是事實 都是陰謀了 但是我就問啦 你今天當黨主席的 你的候選人 都是第三名的 你知道嗎 那你做什麼 他在家執中 你黨主席做什麼 吳伯雄幫馬英九 林毅雄幫陳瑞扁 那你朱立倫幫的猴友 是什麼 他在張祺強去擔任他的副秘書長 不是張祺強是回憶去黨中央 沒有啦 因為國民黨這個狀況 我們也不是說今天才突然就嚇到 早就告訴大家 情勢是越來越看壞 但國民黨並沒有阻止這個情勢 走向壞的境地 到現在為止居然